跑商不外传的秘籍,让你12分钟跑一票商 跑商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,两种商品都很便宜 买哪种商品会让你赚的更多呢? 一般侠客都会选择去随大六门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跑商的技巧 让你也能12分钟跑一票商 故事连从这里开始了 先看一张表格,这个价格是商品的基础价格 也就是咱们口中说的低于这个价 你买肯定会赚的标准 同时系统卖出的商品会在这个价上下75%至150%之间波动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,两种商品都很便宜 基础售价还差距不大 举个例子,长安的武器卖4050和扇子卖3645 你现在需要往长寿跑,你会选择哪种物品呢? 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商品加成的概念 再看一个表格 有些物品只要跑到指定地点 系统设置就会有一个额外加成 比如北居卢州的香油卖到地府自然会有10%的加成 奥莱国的盐送到长寿就有额外20%加成等 回头再来看刚才的问题 长安武器卖4050和扇子卖3645自然选择武器 因为它到长寿有额外10%加成 跑商难点在于,初始资金太少只能买到几个商品 而快速赚到第一桶金成为问题的关键 在白骨堂领取任务后再进行购买物品这个操作 大家都知道,只要有长寿商品 再出去卖给长安商人 妥妥的第一桶金到手 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我们一般会选择长安往地府跑一趟 来积攒第一桶金 确定二次刷价后通过原地比价法 找到卖出价多出1.2倍的产品 不知道二次刷价的侠客可以看我上条视频 如武器售价3400,卖出价2200 取整简单算一下 3400乘50%等于1700是最低售价 卖出价是2200,再除以1700约是1.3倍 满足跑地府条件 买满武器往地府跑,跑到后 武器售价为4500两 初始资金以下多2万两 由于纸钱有额外10%的加成 肯定优先选择纸钱 因为纸钱售价为3500加 果断选择只卖4200的项链 狂奔到北距以5700价格出售 同时资金累积到11万 再折返回澳来 去买长寿有20%加成的盐 迅速赶往长寿 到达后,盐卖出单价达9100 已经满足交票金额 此时仅用10分钟 空跑回长安并且回到帮派 用时2分钟 这一票一共用时12分钟 这个也是标准的12分钟跑法 总结一下,价格都很便宜 优先选择有额外加成的商品 数量则优先选择携带数量多的商品 你学飞了吗